好 经济问题很多人在意的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买房的能力 央行现在要祭出第五波的打房了 可是市调机构却告诉我们 说这五年内全台房价涨幅已经超过三成 跟我们的平均总薪资的涨幅真的是不成正比 更多内容交给小币 好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房市在涨 但大家的薪水却没有涨 又或者是说涨的速度追不上这个房价成长的一个速度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张图表 这个的话是市调机构帮大家统计出来的 也就是薪资的涨幅跟房价 这五年以来的涨幅到底里面暗藏了什么样的玄机 让大家会觉得买房子是这么样子的辛苦呢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如果是以行政院公布的每月平均的总薪资 可以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 大概在快接近5万块 那到了2021年就是去年的时候 平均的这个总薪资是来到了55754元 等于说这五年来涨幅有超过了11%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6都再加上新竹县市的房价涨幅 大家就可以观察 你看11.5%的薪资涨幅 可是下面这一串 哪一个是低于11.5%的呢 几乎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在6都 甚至是在新竹县市来买房子的人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压力非常的重 特别在于近5年来说 台中跟台南的房价呢 这个涨幅是非常的惊人的 都超过了大概40%以上 所以换句话说 全台的这五年的房价涨幅 有超过了32% 跟11.5%的薪资幅度呢 完全是不符合正比的 所以对于年轻人 甚至是首购族来讲 大家要买房子压力是很大的 再加上现阶段其实是一个升息的启动年 也就是市场上面资金越来越少了 恐怕呢这个房价并不会往下跌 它只会越来越高 但是里面会不会有藏了一些猫腻 我们就要来检视了 比方说好了 房仲如果在跟你推销房子的时候 他一定说你现在不买的话 明年它只会越来越贵 甚至呢下一个月 房市又会出现一个价格 不断往上涨的一个状况 大家应该会觉得房仲的这些话术 你听一听 你会来思考一下 到底是真是假 有人就把这个问题 拿去问央行的总裁杨金龙了 问他说很多人都讲 在升息年的时候呢 买房抗通膨 央行总裁杨金龙认为是正确的吗 他说这个是建商行销的一种口号而已 其实你乍听之下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请大家自我检视一下 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升息 或者是你的资金 你的财力还不到 你就赶快来去追这么样高的房价 他请大家停看听 因为现阶段就是在一个升息 也就是各国都在紧缩货币 台湾当然也是如此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 首购族留意自身的购买力 那如果你只是追高的话 恐怕会成为新的受害者 那下面我们就来帮大家解释了 买房案我们常听到羊群效应 什么叫做羊群效应呢 就是说购物者越来越担心房子越买越贵 那房仲又跟你说 现在不买你以后只会更贵哦 所以呢我们就像羊一样 羊群呢有的时候会盲目的横冲直撞 那再加上现在预售物的态势是什么 买气不断的飙升 那建商呢也刚好借力使力 借着大家的这种心态 认为房市会涨 所以呢我房价一步一步的调高 大家好像也觉得也不意外 所以他就会跟大家说买房抗通膨啊 现在物价起涨 然后通膨率又非常的高 所以呢你把钱放在不动产 钱就不会越来越薄了 但是首购族这个会不会是 盲目的自己吓自己 因为这其实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半年来有全台超过20个以上的建案呢 开价都突破了当地的新高 那我们知道房价固然会越来越贵 但你要选对地段 也就是你要评估一下 这个地段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蚊子屋 甚至是鬼屋 它的地段有没有这样的价值在 那除了呢多观察实价登陆的走势之外 大家也要想哦 建商房中会不会你把这群人 都当作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所以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多方比较 那如果真的资金不够 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自备款还有未来的贷款陈述 是不是符合经济的效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